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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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组,请不介绍 OK,中头 中头 很好,那它是什么意思呢? Awards 很好,谢谢你 第三組,大聲地說 以為 很好,那它是什麼意思呢? 就是認為 認為很好,OK I consider something or think something 第四組,請你們三個一起說 聰明 很好,大家一起說 聰明 再說一次 聰明 它是什麼意思呢? 很好,謝謝你 第五組,這個是什麼? 用功 非常好,他們說的真好聽 用功,什麼意思呢? 這個是什麼? 長的 好,大家一起說這個 長的 我聽到有人說不一樣的 來大家再一起說說看 這個字,這兩個字要怎麼說? 長的 很好,長的 很好,長的 所以我剛剛有聽到長 沒錯,這個字可以說長,也可以說長 為什麼? 如果你說長,它 means low 對 那可是如果你說長 例如說你說長大, grew up 很漂亮,長的 很漂亮,長得很漂亮 很漂亮 非常好,非常好,非常好,非常好 所以你看我們有長得很漂亮 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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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漂亮 對 對 所以 是 對 對 and I was full 你和你的朋友說說看 我吃的 我吃飯 你是 吃的 吃的怎麼樣 吃的 吃的 壞 吃壞 是 so full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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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 我吃飯 吃的 吃的 很 飽 沒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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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這樣說 所以我吃飯吃的很飽 沒錯 所以你可以說 吃飯 吃飯 呃 吃飯 吃的 很飽 很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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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你如果說 好 OK 來 你聽我唱歌呀 哦 soro me 哦 哦 蔡老師 唱歌唱得怎麼樣 好 好 唱歌 好 好 蔡老師 唱歌唱得很美 謝謝你 謝謝 謝謝 那我們請 移輝 移輝 你上來一下 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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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要請你動一動 你看一下這個 你看一下這個 你過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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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幾個 表演 好 看 所以我做這個 對 你做這個 OK 動作大 好 所以 我做這個 哦 噓 噓 美國 美國 是不是 是來 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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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沒錯!你說得很好! 所以如果你有一個verb,後面有個resulting complement, 它是用來說the result of the action of that verb in the front, right? 所以如果你想說the beef is sold out, 你會怎麼說the beef? 女肉賣完了! 很好!非常好!謝謝你,William! 那如果你想說oh,you gave me the incorrect change, you gave me the wrong change,你會怎麼說呢? 你找錯了? 找錯過! 錯過! OK,你有兩種說法,你有兩種說法,如果你想要topicalize the object, 你可以把object放在前面說前,你找錯了! 找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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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 this is verb and this is result of complement, 然後你把object放在前面找,所以你topicalize the object, 但是你也可以說,你怎麼說? 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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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找錯,前了,很好,很好! so,如果是這樣的話,你就是verb,resulted complement,object, ok,懂嗎?好,很好! 所以我們看,再說另外一個句子,my homework is done! 你要怎麼說呢? 我功課... 我功課... 玩... 什麼玩的? 我功課寫完了! 我功課寫完了!你要那個verb,right? 你怎麼... 可以說錯了? 可以說錯了? 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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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玩! 很好! I'm missing something, either the verb or the result of the complement,right? So,你可以說我的功課做完了,right? 你也可以說我的功課寫完了,對不對? OK,很好! 那,有問題嗎? 沒有問題? 沒有,很好! 嗯,另外,你還有一個,你記不記得我們在學這個resulted complement的時候,有說過? 你也可以怎麼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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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嗯,寫好了 寫好了 寫好了,非常好! 沒錯! 沒錯! OK! 請你把你的聽力的作業紙拿出來 我要給你們聽第十課的聽力 和昨天一樣,你們先聽,然後我再問你們問題,好嗎? 好! 好! 那我們先來聽第十課 好! 來! 你剛剛聽了以後,知不知道他是去了什麼地方? 日本 他到日本去了,對嗎? 那他跟誰一起去的? 他的朋友 兩個朋友 OK! 他是和兩個朋友一起去的 那他們是怎麼去的呢? 坐飛機 他們是坐飛機去的 那你有沒有注意到,我們一直說,你是怎麼去日本的? 你是跟誰一起去的? 你是什麼時候去的?對不對? 所以如果你說一件發生在過去的事情, something in the past, recent past,你想知道他是, like how, where, when, with whom did that thing happen? 你就可以說,你是什麼什麼的, right? 所以,我這個夏天去日本了,我真的去了? 你有問題想問我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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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是跟誰去的? 我是和我的朋友去的 我是和我的朋友去的 嗯哼 你怎麼去的? 哦,我是坐飛機去的 哦,我是坐飛機去的 嗯哼 你喜歡嗎? 可以嗎? 你喜歡嗎? 我很喜歡日本 那你知道 什麼時候去的? 嗯哼 什麼時候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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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嗯哼 什麼時候去的? 我是六月的時候去了日本 嗯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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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好,嗯哼 很好,嗯哼 那到這裡有沒有問題? 沒有 好,我們還有兩位 兩個問題 嗯哼 他是什麼時候回來的? 嗯哼 他 是 天晚上 回來的 很好 大家一起說 他是 天晚上 回來的 很好 好 那我們今天就先到這兒 謝謝 星期四的時候 這些聲詞 我們大家討論了一下 可是還沒有說他們是什麼意思 我現在再給你們兩分鐘的時間 這些聲詞還有今天考的 我們都先一起討論 那你們要用中文說 這些聲詞 是什麼意思 好,那先開始說 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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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 一個地方依據他們的文化所發展出來的 呃 如果做事情的方法 或者就是 慶祝節日的方法 那 我們來看一下吧 這個 剛剛大家有討論嗎 可算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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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沒有人知道這什麼意思啊 可能 可能 呃 對 他就是 他其實就是 可以說是 可以說是 這個地方的特色 你也可以說 可算是 這個地方的特色 對 所以這個其實就是 可以說是 那 這個呢 戴 戴 戴什麼 呃 戴 例如說 他今天 正恩今天 戴帽子 帽子 戴帽子 所以戴是 這樣子 戴到頭上的 一個動作 嗯 OK 好 那這個呢 這個很容易了吧 大家一起說 消失 大家說一次 什麼 消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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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 OK 他什麼意思 我聽到有人說 艾琳你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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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艾琳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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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再说一次 形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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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它是什么意思 一帆 你说说看 你不知道 那你的朋友 我来帮你一下 你们两个谁要说 你说大声一点 一个东西长的样子 很好 你们这一组说的也是一样 对 就是一个东西 它看上去的样子 是方的 还是圆的 这就是它的形状 就是它的 shape OK 这个是什么 充电炮 充电炮是什么 一种什么 一种什么 这一课才学到 对一种鞭炮 没错 它就是一种鞭炮 它长得大概就像这个样子 然后这上面有一个 短短的 鞭炮的头 它就会 你点燃它 点火了以后 它就 它就冲出去了 它就往天空冲 所以它就冲天炮 OK 好 OK 这个呢 好 地方色彩 地方色彩 地方色彩是什么 地方的文化特色 很好 太喜欢了 很好 对一个地方 它的文化特色 然后这个 公俗习惯是什么 就是一个地方它的文化呀 让你平常做事的时候 它会怎么做 例如说 台湾结婚的时候 台湾人结婚的时候 风俗习惯就是说 男生家里 会给女生家 很多金子 金子 够 对 就是很贵的 金子所做成的饰品 不管是手环啊 戒指啊 或者是项链 对 因为结婚这件事 就是 是一件很重大的事情 然后 男方家里 就会送给女生 家里面 很多贵重的东西 这个就是在台湾 我们结婚的 风俗习惯 这个就是我们 上次还没有说完的 生词 大家还有问题吗 开始没有 OK 好 来 那我们现在来一起看一下课文 OK 这个是我们第一段的课文 你看到这里有很多空格 然后你要去填它的空格是什么 那你就先跟你的朋友一起讨论 然后我已经有给你们这些字了 所以应该会比较容易 好来 那大家先开始说 那大家先开始说 在台湾 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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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實 美 一 大 而 是 你看 衝天套 一支 你点燃它 它会 射出去 两支 你点燃它 他们会 射出去 几万支 你点燃它 它們全部都會射出去 OK 沒錯 好 然後它射出去你就會 效果 效果就是你做一件事它的結果是怎麼樣 你點燃這麼多風泡很嚇人啊 對 OK 好 然後這邊 因為射出去的 你覺得是哪一個 它很快 速度 對 因為它速度很快 然後它的這個是什麼 數量 它的射出去的速度很快 然後數量又很多 所以好像什麼 所以叫風泡很好 然後 做的 還有一個 城門 最後一個 還有一個 甚至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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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汽車 和坦克的形狀 它就是說 這些風泡它們可能會做成 像是 汽車啦 坦克啦 甚至是 城門 這是各種很大 很看起來很兇猛很厲害的東西的形狀 OK 好 有問題嗎 好 那我們明天繼續上課 我們先來看一個影片 我們先來看一個影片 這個影片是對我們鹽水風泡的介紹 好 首先我們先來看這個影片 看完了影片以後 你會 你的練習紙上面也有這些問題 就是關於這個鹽水風泡 是在哪兒舉行的 然後 它 什麼是風泡 什麼時候要放風泡 為什麼要放風泡 還有 放風泡有什麼好處和壞處 對這些你們在聽跟看這個影片的時候 都要稍微注意一下 好 那我們先來看影片 鹽水風泡 鹽水風泡是元宵節轟動全台的重要觀光民族活動 素有北天跟南風泡的美稱 好 那你現在來看一下我們昨天有把這個劇情大家有先練習了一下 那你們現在在回答這個worksheet上面的問題的時候 我希望你們可以用這些句型來回答 好 那現在請你先和你的朋友討論五分鐘 因為我們有好幾個問題 然後我一邊走一邊聽你們的回答 那如果你有問題的話 你也可以問我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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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 還是不太懂對不對 對 他其實就跟意銀怎麼樣怎麼樣怎麼樣 就是一樣 是一樣 差不多的意思 對 就是 他指的就是說你才做了第一件事 就是第二件事就發生了很快 他這兩件事的距離時間距離很近 就是第一件事發生了第二件很快就發生了 對 例如說如果你想說就是昨天晚上吃了東西就去睡覺了 你可以說我昨天晚上才吃了晚餐就去睡覺了 可是你一吃你一吃完晚餐就去睡覺了 這兩件事發生的很近 但是就有了 師傅有沒有問題 我們也來複習一下你那張worksheet最上面的 所以中國最重要的幾個傳統節日是哪些 中國幾個最重要的傳統節日 你們告訴我 大家一起說吧 有春節 元宵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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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端午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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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跟中秋節 嗯沒錯 那那個你剛剛聽的時候不知道有沒有聽到 這個在台灣台灣人慶祝元宵節有什麼樣的活動 我們知道在原水大家怎麼慶祝的 放風泡 那在在台灣的北部還有一種慶祝的方法 我們第一天也有說過是放天燈 放天燈 對 所以在台灣的北部會放天燈 我們在台灣南部會放風泡 這個是我們的word analogy的最後第三個部分 然後我想要帶你們一起練習 就是來第一個大家可以一起說說看第一個是什麼 這個這個第一個 嗯戴然後它後面呢 安全帽 所以你知道它這一個這個對比是說這個安全帽 那它的動詞你要怎麼 你是要戴在戴安全帽在頭上嗎對不對 那所以這個的話後面就是什麼 鞭炮 鞭炮OK 那你要怎麼你對鞭炮會做什麼動作 對你可以說點燃鞭炮你也可以說放鞭炮都可以 嗯哼對沒錯 好那現在這些請你和你的朋友一起練習 然後不會的話可以問我 謝謝你說第二個 嗯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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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好很好對 他們全部都就是看這兩個是類似的意思 然後這兩個是差不多的意思 對 所以 嗯第三個大家一起來說好了 來 春節 嗯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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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我們春節的時候會拜年說恭喜發財對不對 那什麼時候你會 中 中秋節做什麼 吃月餅 很好 那你知道提花燈是做什麼嗎 你知道什麼時候要提花燈嗎 元小姐 花燈就是燈籠 燈籠就是一種你可以拿在手上的燈 然後以前是用外面是用紙做的裡面有火這樣子 那現在的話 它叫做花燈是因為它的那個燈籠的外面可能會有很多很漂亮的圖案 有一些花呀有一些草啊 然後可能還有有一些鳥啊 像這樣子的圖案 然後所以就很漂亮 所以它叫做花燈 OK 對 那提花燈就是在元小姐的時候 嗯 那第四個大家一起說 嗯 扮演什麼 嗯 那這個 嗯 對 慶祝一個什麼 節日 然後這個呢 這個你覺得是什麼 也是慶祝嗎 可是 活動 因為活動有很多種 活動可能 有可能是慶祝某一件事情 但是也有可能是紀念 一件事情不一定是慶祝 有可能是 例如以前戰爭死了很多人 所以你要紀念那些人 那那個就不是慶祝啦 對不對 那個就絕對不是慶祝 哇死了好多人好開心 不是 對 所以 活動的話 你通常我們 可以說 這個是什麼 辦 辦活動 也就是舉行活動 這就是辦公室的辦嘛 所以你在辦公室做什麼 你一定是做事情 所以這個辦它就是有像做這個活動的意思 只是用這種講法比較好 比較正式一點 對不對 所以舉行活動 來大家一起說說看 舉行活動 很好 很好 好 那第五個呢 第五個 你們怎麼說 第五個 大家一起說第五個是什麼 失敗 嗯 失敗然後呢 所以他們兩個的意思是相反的 對不對 那這個 你先說這個 出現 那它相反詞是什麼 消失 消失 嗯 因為出現就是 本來沒有這個東西 然後它現在出現了 那消失的話 就是本來這個東西在這兒 然後現在不見了 OK 好 你們現在桌上的那這一碗 或這一杯是什麼 湯圓 所以元宵節 元宵節的時候我們會 除了吃湯圓 還會做什麼 你知道嗎 我知道你應該認識在前面這兩個view 對不對 猜燈迷 猜燈迷是 就是我們以前古時候 大家就是在元宵節的時候 會上街要看花燈 也有時候會就是很多人一起在路上走 然後在看花燈的地方 大家還會猜燈迷 就是 它會有很多不同的題目 然後你去猜這些題目 是在講什麼東西 那我們現在來猜猜看 你不用 你可以和你的朋友討論看看 我知道有的可能很難猜 但是我們可以大家一起來討論看看 這個是好玩的 就是一邊吃湯圓 大家會一邊吃湯圓 一邊猜港米 你們知道是什麼嗎 他說名字不同 然後什麼 高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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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一起 對 其實就是高矮不一的意思 他們高的矮都不一樣 像是 有的高有的矮這樣 以左 這就是答案是什麼,貓虹 在看第一個對不對 因為你看喔 他說這邊他說五個兄弟住在一起 然後他的名字不同 高矮也不一樣 然後這個是猜一個人體器官 你身上會有的 你身上有的器官 就是你身體的一部分 你就是誒,對 對,那是什麼,張維是什麼 手指 對,沒錯,手指 對不對,OK,沒錯 屋外是熱烘烘的,很熱 外面很熱 可是 我剛剛好像聽到了 我剛剛好像聽到了 你說什麼 中文的答案 什麼 冰箱 對,沒錯,沒錯 第二個是冰箱 沒錯 笑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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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意思就是說大家會笑你笑得很厲害 怎麼這個樣子啊,對 你覺得什麼東西是兩個像口袋一樣的,像袋子 哦,他的中文是什麼 中文是什麼 中文是什麼 襪子 襪子 對,沒錯,沒錯 襪子 襪子 襪子是你的 襪子 穿在腳上 你穿鞋子之前要穿的 那就是要兩個小口袋嗎 小袋子一樣 那你天天水生你都要穿著他的 可是你要是穿的時候你少了一隻的話 人家就會笑你啦 對啊 我們來看這個閱讀 我們的最後期末考裡面會有閱讀 所以大家現在一起來看吧 你先跟你的朋友一起來看看第一段 然後第一段你們一起念完了以後 你還可以就是討論下面的這些問題 那我等一下會問你們這個問題的答案 OK,好,所以來告訴我吧 中國人是什麼時候開始吃元宵的? 宋代嘛 對不對 那宋代的時候他叫什麼名字? 浮原子 浮原子 沒錯 然後可是他到了什麼時候變成叫元宵 對,他到了明朝的時候才改叫元宵 然後元宵 為什麼我們要吃元宵 他代表他有什麼意義? 對,你吃元宵之前你會獻給祖先 為什麼呢? 吃元宵有什麼好? 他代表了什麼意思? 他代表 可以再說一次嗎? 就是代表團結 然後還有滿 有豐滿 對 你講的元宵就很幸福 嗯,對,沒錯 對,就是有幸福的意思 然後還有圓滿跟團結在一起的意思 嗯哼,OK 好,對 然後這個在元宵節吃的湯圓才能叫做元宵 你如果在其他的日子裡面吃的話 你都叫他湯圓 他不能叫元宵 對,OK OK 然後我想要給你們看一個 我們講了很多種就是慶祝元宵的方法 然後我們看到元水風泡也是放很多鞭炮對不對 我現在給你們看另外一個 在台東的慶祝元宵的方法 叫做炸寒丹 然後寒丹也是一個神 對,然後你看喔 這些全部都是 都是年寶 而且你看他 他身上沒有穿衣服 他只穿了一條褲 這是真的人 這個不是假的 這是真的人 因為他就代表寒丹也 然後我們叫這個叫炸寒丹 就是你要把鞭炮丟到他身上去炸他 超痛的 對啊,現在就是 大家說就是 你那個鞭炮丟的越多 炸的越旺 你這一年 就是新的這一年 寒丹也就會保佑大家 每個人都很好運 所以他們就丟很多很多的鞭炮到他的身上 對,就是 新年最後一天元宵節的慶祝方法之一 OK,好 這樣你看得到嗎? 可以嗎? 看得到嗎? 因為我想要讓你們寫在這上面 好,現在就是我們有這些字 然後這上面你要寫相反意思的字 然後這兩行的話是寫相同意思的字 那你先跟你的朋友討論 我希望你們每個人都上來寫一個 寫一個不管是相同意思的字 或是相反意思的字 好,那我們先開始討論 OK,好,來,很好 我們來看第一個 第一個,大家一起說吧 那他的反應字 傳統 傳統 好,那這個呢 記住 那反應字是什麼 忘記 很好 OK,這個 竟然 竟然 OK,這個他 那個反應字的答案我覺得有點奇怪 所以你們告訴我這個是什麼意思就好 你用中文跟我說竟然是什麼意思 竟然你會用在什麼地方 嗯,就是有一件事發生了 然後你沒想到竟然是這個樣子的 然後你可能會嚇一跳 或者是怎麼會這樣,對不對 竟然 對,所以他就是沒有預期 沒有想到的事情 然後你覺得,欸,竟然這個樣子 對,那這個呢 相同 相同 然後他的反應字你覺得是什麼 對,同一字 同一字 同一字是什麼 一樣 一樣,OK 很好 然後這個 同王 嗯 嗯 這個呢 瘋 瘋 嗯 然後這個 這個其實 我想這個應該是 好像是這個的樣子 瘋狂 對,因為兩個都是瘋了嘛 對 對,對 所以這個是瘋狂 好,那這個呢 嚇人 嚇人 那他的同一字你還可以說什麼 惡鬼 蛤,你叫什麼 惡鬼 惡鬼 不是啦 惡鬼是指那個嚇人的東西 對,那如果你要說跟他一樣是在這樣講 這件事情很嚇人 你剛剛說什麼 趕走 蛤,什麼 打走 打走 趕走 趕走 趕走的話是他本來在這邊 然後你把他趕走 讓他離開這個地方 那是指那個動作 是你讓他離開這個地方 那個叫趕走 那如果說嚇人 讓你害怕 讓你害怕 對,就是 沒錯 這個是一個 就是讓你覺得很害怕 沒錯 然後你也可以說 他不是完全一樣的同一字 但是驚人也有差不多的意思 驚人 對 但是兩個有一點點不一樣 嚇人 嚇人是讓你感到害怕 那驚人他還有 驚人有一個比較就是不太一樣的意思 是說 一件事發生了 然後你覺得這件事你可能覺得很新奇 你從來沒有看過這樣子的事 所以你覺得很驚人 對 他不一定會讓你感到害怕 對 你有可能只是 欸 你從來沒有想過這件事可以這個樣子 對 嗯 這一個開始 他的同一字 首先 他還有 首先其實也是 對 可以這麼說 但是還有一個 是 你 你記不記得我們說到 這些傳說 他是怎麼開始的 點燃 蛤 點燃 點燃的話是說 如果有一個鞭炮 然後你去點燃它 那個是你點點鞭炮的那個動作 但是如果說你要 你記不記得我們有講過一個詞是說 喔這個傳說他怎麼開始的 為什麼會有這個傳說 我們可以說傳說的起源 起源 起源 就是他為什麼當初會要放風炮 他的起源就是你想要點鞭炮去趕走惡鬼 對不對 現在有這一個 我想要讓你們可以準備一下 你最後final那個oral debate 所以你現在可以先跟你的朋友討論 而且把你們的答案寫下來 這樣你就可以花就是比較少的時間在家裡準備 準備起來會更快 所以這個其實也是幫你們在做 禮拜一presentation的準備 對不對 OK 好那我們回去 你也可以自己拿著這一張紙 看你的課文還有你的生死表 然後繼續做練習 那我們禮拜一 今天下午5點 你記得就是每一組要上傳一份script 或者是你如果已經做成Powpoint 你就把Powpoint上傳上去 如果沒辦法傳到Drawark上面 你就寄給我 對 然後我可以幫你們看 這樣你們禮拜一報告的時候才不會有錯 對不對 我可以先幫你們看 然後我就是今天或者是明天我就改好 寄回去給你們 好 那星期一就大家要報告囉 好 好 好